Hello,大家好,我是斯古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4月22日,星期一,又来到星期一,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好了,看看天气,现在的气温是24度,外面是多云假,不中天阴 由于下雨,所以气温都会低一点点 还有未来几天,连今天都肯定会打风下雨 还有,昨天长雨都不小,所以记得带雨散,千万不要抱有任何僥倖的心态 另外,昨天那场妖风妖雨,确实有点夸张 甚至乎昨天的时候,我自己是坐在那儿等,我在家都等着,究竟什么时候出门口呢 接着都要等到12点半,长雨才变小,才能够出门口 还有,昨天那场雨是带来了少少的嵌树情况 导致部分的交通受阻 到时都会去和大家说一说的 另外,昨天天文台在清水湾有水龙卷的报告 请力工会直击水龙卷高耸入云,相当之厉害 好了,看一看新闻,今天除了是星期一,除了是很多打工仔又要上班的日子不开心之外 今天随时都是香港有机会连入市策的一天 因为第一阶段管制即气塑胶就终于来到实施日了 今天起就禁止销售和免费供应受管制的即气塑胶产品 包括禁止在堂食和外卖 就向顾客提供交叉、交刀、交筋、交饮馆 还有所有法宝胶的餐盒 也都禁止酒店免费提供小瓶的洗发露、木浴露、护发素、洗手液、护肤露等 即气的那些瓶装水就可以有偿提供,即是说你要付钱 日用品那一方面就禁止了那些棉花棒、雨傘袋 这一条新条例就有6个月的适应期 所以和政府承诺就说,适应期就不会去执法 所以6个月之后才会认真执法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仍然会见到 有很多小店仍然会继续交货 不需要又报警又不需要去问人 因为有6个月的适应期 相信其他店铺 特别是说什么膠刀、膠筋等 都没有用完的店铺,当然是用完它先 看一些坊间的人有什么说法 有萧美当在月初的时候用纸盒去代替法宝交盒 有顾客就反映,因为饭有水气 还有就是说,你吃饭或多或少的烧美饭都要淋油汁 又焗又濕的时候,令纸盒又黏又黏 还有最重要的是,纸不是那么隔热 导致说,有些人拿起饭来吃的时候 热手 除了这些纸盒、烧美那些 在葵港那些小食店 通常热热热的小丸子拿来吃的 现在用纸盒来说,都有个问题就是热 搞到有时候会叫老板,不如占多一个纸盒来吧 其实这样做也是变相更不环保 还有纸盒是用木头做出来的 即是又是砍伐算墓 我想这件事里,到时应该还有很多人出来投诉 到时再有些新的新闻才跟大家慢慢详细说 下一单新闻 中国一名31岁的旅游客在20号在印尼瓜瓜岛的伊珍火山旅游的时候 在火山口一棵网红树前面拍照留念 但怎料被自己的长裙戒倒 然后就从45米高的懸崖边堕落身亡 这个真是悲剧 另外悲剧的还有这单新闻 在4月19日夜晚在重庆的江北区的一个寿宴上 有演出团队一名90后的女歌手突然之间倒地离世 内地媒体就说 这个女歌手在上台的时候 是不小心踩到自己的长裙之后就跌倒 然后跌下去的时候又啪一声 自己撑到头就走了 哎,这些又是惨惨惨的 即是又是长裙又是失足结果就搞成这样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5点钟 警方就接获在沙咀道207号堂楼一间酒店 有职员报案就说 一名的男住客就暈倒在房里面 救护员到场就立即将事主送到去人制医院 当时他就已经含入昏迷了 送到去医院抢救之后就证实不治 消息就说 事主就73岁姓佳 生前任职的士司机有患病记录 暈倒之前就曾经同过印庸就在房里面约会 做鬼也风流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一个抗癌的YouTuber 曾经担任ViuTV节目 叫做对不起帮你嘉宾的90后女生 叫做张天韵 Tiffany 由27岁的时候 确诊了子宫颈癌2B期之后 一直努力抗癌 但是最终都是不定癌摩 就在上个月初离世 中年32岁 好了,下一单新闻 广东自18日以来暴雨持续 早前广东官方就指 在北干将会出现50年一遇的洪风流量 广东省三房总指挥部 在昨日下午最新消息就说 由于受到强降雨补充影响 北干流域将会出现近8年一遇的洪水 最紧要搞定洪水 又不要说什么突然又送过来给我们香港 因为之前又说什么洩习排虹 然后又搞到我们香港那边都水浸 然后那些人又说走不及 这一方面就希望提早沟通 好了,下一单新闻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在当地4月21日一名中国旅客 在南非伊丽莎八港潜水后不省人事 浮出水面后证实死亡 经过央视记者和中国驻开普顿总领事馆 确认遇难的游客属于香港籍 死者50岁,经过抢救后未能成功 其实潜水一向都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运动 有时候保险都未必全包 又或者就算是包的那些保险 保费都会有点和味 好了,下一单新闻 运输处在今天上午就宣布 由于嵌树影响 所以山顶纜车仍然暂停服务 同时,承巴第15号施线仍然暂停服务 市民请使用考虑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因为半山那里嵌树 压烂了那些山顶纜车那些 可能是电纜等 就算清除了一棵树也好 但有些东西烂了就是烂了 烂了就是要修补的 现在就等于没得搭山顶纜车 好了,下一单新闻 香港网上账户骑案就有复苏的迹象 由今年1月的99宗 大幅上升至去到3月的558宗 急升了4.5倍 损失的金额就由330万去到1,160万 当中有9成9的案件 都是WhatsApp这个平台发生的 警方就说 帐号被骑劫不单止是类街坊 更加有可能连累多人 警方就在今个月就接约了一宗 雙重骑劫案 骗徒除了骗取受害人亲友的金钱之外 更加是抢了他们的WhatsApp 接着就继续去再犯案 不断在骗上骗之后 就问人借钱,问人拿钱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 如果有些人你真的不想借钱给他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 哎呀,我担心你是骗徒 我不借给你了,封锁你了,拜拜 就算你知道他是真也好 但你也可以说 喂,我担心你是骗徒 我不借了,拜拜 那就叫做多了个藉口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不少香港人就周末不上消费 入境的数字显示 昨天就有32万香港人不上 南下的内地客就只有11万人而已 北上南下的逆差就持续扩大 錄得有21万的逆差 好了,下一单新闻 近日罗湖海关就折查到一宗旅客违规 带了8万8600元的美金就出境 即是叫做由罗湖进入香港 最后就周围找 发现他鞋底又有,背囊又有,什么都有 周围都有很多美金 摆到明是收钱帮人去走资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西贡远竹地点叫做千溪海岸的海边 发现了有非法药物 在昨天的下午两点钟 有多名的行山人士周围行山 然后走到去见龙石的时候 发现了海边的位置有多盒的不明粉末 觉得可疑于是就报警 警方就到场了解情况 并且就将一行8个的行山人士 就带到警署协助调查 最后就说 这些真是非法药物 有成10公斤,市值1500万 不知道为什么呢 近期是特别多这些飘浮在海上的货物 我在想 平时以前又不听说有 突然之间就好像 这个山头这个海边又有 那个海边又有 是否用来交货呢 也有个问号 好,下一单新闻 海关一年两日 在20日和21日 分别去帮两名 报称是商人的外籍看清关的时候 揭发原来他们体内 是藏有非法药物 在手中案件中 一名36岁的男子 就由牙买家 经过德国和杜拜再飞来香港 另外一名37岁的男子 就由乌干达经过卡塔尔底港 两个人被带到医院后 就确认了藏有药物 原来他们两个人加上也不少东西 合共有1.4公斤的药 市值140万 好,下一单新闻 大嶼山迪士尼乐园对开又发生车祸 在凌晨4点45分 据报一辆的士沿着神奇道往酒店方向行驶 当驶过消防局无奈 突然之间失控撞向了分隔来回线路博的一棵大树 的士的车头就损毁 司机就一度被困 落完保安发现事件后就代为报警 最后消防和救护就过来 将50余岁的司机救出 当时他仍然清醒 但是有吐血和未能够说话的情况 不知什么事 迪士尼那条神奇道经常有车祸 而且通常的车祸都是严重的 但是听说神奇道也不是什么交通黑点 都是说道路很阔 平时又没太多车走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一旦有车祸的时候 那么严重 就好像对上次就是说 大律师兼运动员的一名小姐就发生了严重车祸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凌晨2点 警方就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就说 自己在屯门的住所里面 和妻子争执的时候突然就被利刀所伤 救护人员赶至现场的时候 那位妇人的情绪就已经是受控的了 丈夫就脚步受伤 有救护车送院治理 警方也都正在调查事件 初步就将案件列作为党分跟进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一名隶属于秀茂平警区的男警 在20号在秀茂平的寿命道执勤期间 不见了一部警察的手提电话 警方在接获报告之后 就已经是立即展开调查的了 周围找但是都没有发现 将案件列作为遗失政府财物去跟进 如果收拾到的话就交去附近的警署就可以了 而且也都表示电话里面就没有任何个人资料 又或者其余的个人资料 警方已经是剷除了 即是有些远程的控制装置 不过正常来说 如果有那些什么远程控制装置的话 应该可以缩窄到找那部手机的范围 即是无论你说iPhone的贩卖风 我小米都有寻找手机功能 即是到期时不见了 我都可以用家里的电脑登入 然后去开GPS 然后去看看 哎呀究竟那部手机是在大埔不见的 还是在黄大师不见的 还是在荃湾不见的 那么起码都有个G字嘛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陈教署就表示了 罗湖陈教所一名在去年9月 因为盗窃罪而被判入狱的62岁女囚犯 就在昨日在公立医院因病不治 这个犯人患有肺癌 一直需要接受监狱中的医院 以及公立医院的治疗和跟进 他由今个月的8号身体开始不息 然后留院期间情况恶化 在昨日的下午2点23分就证实不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2点 一名31岁姓欧阳的男子 在他荃湾补风路住宅的走廊环倒 家人就大惊报警 事主昏迷就由救护车送到去人制医院抢救 可惜都是证实不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今个月的6号 在元朗的大桥村一间村屋就遇洩 51岁的男户主就不见了5万元的现金 还有一只10万元的手标 和一部1万元的电话 警方两天之后 在8号在元朗的同乐街 就拘捕了一对47和41岁的情侣 警方就在昨日表示 在上个星期48号的晚上11点 再拘捕多一名47岁的男子 他同样被控一项爆竊 将会提堂 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拘捕了这些文章他就最好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在19号就征破了一宗 俗称淡票党的骗案 拘捕了两名分别是33岁和44岁的男子 合共牵涉25宗的骗案 涉及的款项是150万 最大一宗的款项是47万 骗徒就假扮新界区的中学职员 联络装修公司工程公司等等 不同类型的商家 声称要为学校进行装修工程 其后甚至磨清要帮忙慈善组织订购床 骗徒就以高佣金作为引诱 有使到商家就向假供应商代订藏 骗徒就毅重转账截 又或者以空投无效支票 证明已经成功转账给商家 等商家不以为真 跟着就向假供应商去缴付货款的时候 骗徒得手了 消声匿迹 之后商家才发现自己上当 不过最后警方拉倒的那两名男子 都是说跑腿来的 至于真真正正的幕后主脑操作 赚钱的人还未拉倒 这方面稍微有点可惜 下一单新闻 天文台在21号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多区大雨婆陀 警方在下午1点46分 接报在旺角上海街天堡楼一名男子 危坐在天台边缘位置 人员大为紧张 随即到场进行搜索 救护人员在场准备救援工作 最终在11楼天台沉获市主 最后发现原来虚惊一场 市主只是在天台吃烟 把自己反锁在天台屋里 并非看不开 不过最后那名市主都说 自己不舒服 都要送院去进行检查 下一单新闻 港铁在昨天下午3点表示 由于东铁线大学站1号月台往上水方向 有上盖措施就需要紧急维修 就是因为被那场风风雨雨 吹到变露天 即是叫做头顶上的铁皮吹走了 所以就是说 当时那个东铁线就变了做单轨商情行车 因为你不知道月台是否安全 你就不可以乱被人出出入入 如果不是的话 不知道到时要赔多少钱 不过幸好港铁大概用了个多钟之后 就将相关的事情维修完成 所以东铁线的服务也陆续回复正常 下一单新闻 昨天由于那场的暴风暴雨 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嵌树个案 在昨天的早上11点31分 警方就接报在佐敦的加士居道20号 近着惠里道交界的西洋波会内 一棵18米高大约50厘米的大树倒塔 躺在行人路上 并且摘中了两架私家车 包括一架的Benz 消防风路居住的时候也有点失误 被夹伤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外 但也要送软检查一点 下一单新闻 警方的东九龙那边展开了一些打击非法药物的行动 在19和20号 倒破了油堂两栋工厂大厦单位 合共就找到1200万的非法药物 不是独孤一味 有成七百种的东西 最后一名25岁的本地男子 将会在今天在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这些可以坐中身 不过通常不会中身 通常都是说坐三十多年 之后再慢慢看 下一单新闻 大埔发生了罪驾案 在昨天凌晨2点 一架私家车沿着丁泰路往泰和村方向行驶 当驶到差不多的时候 在那些交通单位停下 但后面有架车就驾了上来 到最后 41岁的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夫气测试 走后驾驶被人抓了 下一单新闻 以巴在加沙的战事持续 以色列的总理在4月21日表示 为了确保遭到扣留的加沙人质获释 以色列将会在未来几天 对于哈马斯增加军事压力 我猜这件事和昨天美国通过了 撥六八亿去给台湾、以色列那边有关 知道你把钱给我了 那我就可以更加表示 我大哥就是美国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去打人 去黑黑白白 不过幸好 以色列那边就不是说 我要去对伊朗进行什么军事压力 因为他去襲击哈马斯和哈马斯打的话 就不会诱发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你说 我还要再射伊朗的话 伊朗又有核弹 以色列又有核弹 到时大家都会害怕 美国对于以色列去搞哈马斯 去搞这个加沙 基本上是不会出声 唯独是如果你还打算去搞伊朗的话 那他就真的会出声 好了下一单新闻 当时美国的众议院 就通过了那个TikTok法案 TikTok你一下就卖了它 总之就不能够被中国公司掌控 如果你做不到这件事 那美国就将会禁止TikTok 曾经首富伊朗马斯就表态反对这件事 就说这个是违背了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始终都是伊朗马斯喜欢说人话 因为始终伊朗马斯他是一个商人 他就不会说一定要打压中国 就算Tesla在中国会受到部分的限制 但是你看看别人 别人都是继续说人话 就不会说有理没理都走去反对中国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斯里兰卡就发生了一场很惊吓的赛车意外 大家有印象都知道 以前那些赛车赛事是说 那些车有他们在周围剪剪剪 然后那些人就站在赛道很近的 结果在斯里兰卡中部一座军事学院 就在21号举行的赛车活动当中 一辆赛车就偏离赛道撞向了观 最终就导致7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相当之恐怖和得人害怕 还有伤者多中有3个人是危态 其实这些很危险 就是你去到那么近 还有根本都没有所谓的保护措施 只有那些一条红色的带子 车真的撞下来的时候就没用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就说 中国和菲律宾前朝政府 就着南海中国的海市主权问题 现在的菲律宾政府是不会承认的 菲律宾又玩了 即是说菲律宾他们一换届之后 上一届和中国政府说过 大家有什么军子协定 南海哪部分是属于中国的这些 现在跟你说了 我们一概不认 大家可以想象到 即是菲律宾玩玩 究竟菲律宾后面收了美国多少利益 这些不得而知 总之现在全世界真的斟着中国去打 这些大家都能够看到 好了下一单新闻 越南总理下令 央视的报导 通往中国的高速公路开工 其实是件好事 将来就有得用车去越南的时候 那些物流和运输都会做得更好 当然不希望 原来这里有直送KK圆区 千万不要有这些古灵精怪的事情 好了下一单新闻 央视的报导 由于受到暴雨的影响 在广东巢关武江区的江湾震21号 发生了多处的山泥傾瀉 有六个村是受到影响 群众被困 当地就组织了300名救护队成员去参与救援 亦有直升机去帮忙 去送物资和救护人员过去 总之努力加油去拯救其他受灾的人 好了 最后一单新闻 根据新华社在昨日晚间报导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频涉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的纪律监测和相关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高频在1972年7月出生 1996年6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又是96年8月参加工作 原本是一些高学力人士 然后慢慢做官 成为了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的副市长 其实能够在北京做到市长副市长 这些全部都可以说是中国未来的政坛新星 甚至乎你说如果他比较年轻的 将来又有没有机会入常呢 随时有可能 因为北京市市长这个职位就不能够开玩笑 但是大家看到了 现在是说这个人上任了一年 被人发现了他贪装枉法的时候 要拉都是会拉他下来的 无论你职位多高也好 总之你违法的你也是要被人拘捕 但是这些新闻我想 除了我都不会有人跟大家说的 毕竟就是说这些是告诉大家 中国有做事的 中国有去贪腐的 但是那些人死都不信的 就是说给钱就可以了 车死人搭我暴龙哥的名字就可以了 中国里面有人嘛搞定了 但是现在不是这一套说法的 总之哪怕你是谁都好 总之有罪其实都是会捉的 我自己其实有幸都和一些内地的官员 就接触过见过面吃过饭 所以现在都颇为有少少了解 他们的官场文化 反而就是说 可能是我们和自己朋友出去吃一餐饭 那些饭菜更丰富过和官员吃饭 因为习主席有说过 就是说吃饭是要的 但是都不需要那么奢华 是说着普普通通四送一汤那种 好了 那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待会再见 那今集就短短的 好 就这样先拜拜 拜拜